本土的病例现在上升到三万六千一百六十八 跟昨天三万出头比较大概成长了百分之二十 那死亡的个案有十例 六号国内COVID-19本土确诊个案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而在十例死亡个案当中都属于重度感染个案 具有慢性病史 而在中重症患者的部分 新增11例的重症个案 另外有四例是从中症转为重症 面对本土确诊个案不断飙升 为了扩大基层医疗防疫量能 强化COVID-19裁剪分流 指挥中心宣布从现在开始 有190家诊所可提供快筛阳性 或有症状的民众PCR裁剪服务 民众可以到COVID-19防疫专区 台湾社交距离APP以及裁剪地图 搜寻可提供裁剪服务的诊所进行预约 提醒 筛检不要到急诊 急诊是为了重症急性的病人 在所开设的 并不是在检查病人 尤其现在的COVID-19相对的 它是轻症的比较多 所以有其他的可以利用的资源 去用不要到急诊去 另外在快筛事剂一剂难求的情况下 指挥中心也宣布紧急增备 快筛事剂办理采购业务 投标厂商只需符合资格 并在投标后查验相关文件 会在由政府采购5月31号前 可进口供应的数量 供国内防疫几国人使用 指挥中心也强调 只要厂商符合资格 不论公司规模 公司资本 政府皆会收购 同时也呼吁民众 若已经有快筛事剂的话 请别再排队购买 让给没有快筛事剂的民众来购买 有些新闻 我们的喜顾台北市采访报道